阿嬌哥有沒有交往過 欸 不聊八卦 童子嬌日前捲入性騷風波 今日更是爆出台北地堅數 已正式將他列為他自案被告 將交由檢察官偵辦 而被他迎社交往還死不認的陶子姐 12日出席節目記者會 難免逃不過大家的追問啊 我覺得MeToo的問題 我們是支持的這個運動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有些已經在走法律程序 我們圈裡的親朋好友們 大家心情都不會好過啦 因為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認知世界的崩潔 所以大家都心情不太好 那也希望演藝圈接下來 我覺得是能夠 大家重整一下心情 然後呢其實把自己的事做好 那你挑這件看好姜哥回來嗎 因為好像這件很難傳 這個我覺得大家不要再 因為事實上 好像他的助理後來出來 都說沒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過多的傳聞 會引起過多的情緒 然後大家就說 啊這邊這邊 我覺得那個都太刺激了 我覺得先靜下心來 被焦哥爆料的人 幾乎都被問了一輪 而一直在聲音的焦哥 稍早也終於發聲 他透過經紀公司發道歉聲明 雖然他表示 尚未收到案件通知 但對於年輕時犯下的過錯 他會勇於面對 也會配合司法調查 跟向所有被他傷害過的人 由衷致歉 而對於持續關心 和鼓勵他的人 也由衷感激 讓你們失望了 對不起 最後焦哥也說 他會誠心自省 記取教訓